资料结构 在这本书有提供下列几点 1.正列 2.链接结构 3.堆叠 4.筑列 5.数 6.二元搜寻数 7.堆积 8.杂臭 9.图形 等多项处理资料的结构 本学习将介绍前六项资料结构 正列 我们借由苹果游戏来示范如何使用Bag集合 2.一 苹果游戏是从一组有限数字中随机选择数字 2.Bag是用于存放这些数字 例子中是使用正列来储存Bag中的物件 链接结构 1.链接结构是一种利用物件参考变数来 建立物件之间连结的资料结构 2.链接 串列串列是一些物件所组成 每一个物件都会指向串列中下一个物件 3.本书也是用宾果游戏为范例 来示范如何使用链接结构来实作 4.然后再比较链接结构与正列结构 3.堆叠 1.堆叠是一种线性集合 其元素从同样的一端加入或移除 2.堆叠是后进后出 3.堆叠的应用有计算后置运算式 1.堆叠是一种线性集合 由一端加入项目 由另一端移除项目 2.堆叠是先进先出 3.堆叠的应用有激素排序 4.堆叠的缺点可以用环状正列 来弥补堆叠操作上的缺点 数 数是一种非线性结构 其元素以阶层方式组成 2.数的实作策略有 1.计算性策略 2.模拟链接策略 3.数的寻访包括 1.前序寻访 2.中序寻访 3.后序寻访 4.阶层寻访 4.最后介绍实作二元素 2.二元搜寻数 1.二元搜寻数是一种二元素 但它多了一项特性 即每一个节点的左指节点都小于该节点 而该节点小于或等于右指节点 2.介绍如何利用链接来实作二元搜寻数 3.介绍如何利用二元搜寻数来实作有序创列 4.平衡二元搜寻数的方法有下列几种 1.向右旋转 2.向左旋转 3.右左旋转 4.左右旋转 5.实作二元搜寻数 AVL数 1.AVL数的向右旋转 2.AVL数的向左旋转 3.AVL数的右左旋转 4.AVL数的左右旋转 4.地回 1.地回虽然没有列入我们的资料结构 5.可是地回是很重要的概念 6.地回就是一个方法呼叫自己本身的一种程式技巧 6.或若要能够写出地回程式 6.拥有地回式思考的能力相当重要 7.地回概念包括 7.无穷地回 8.数学中的地回 8.地回程式 8.比较地回与回圈 8.以上就是本学期资料结构所教导的